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肯定上任不到半年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为了解决各项市政问题凡事亲力轻微到现场视察了解 我们要的是一个不是话术市长而是一个务实的市长 我们要的不是凭空想象我们要的是就像市长 您会去陪这个你跟着公车处处长 你亲身去体验我们市民所苦 你去了解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解放找解放去帮市民想方设法 杨秀玉也认为从顾市长许才力开始要把七度规划为副都心的政策想法 到了前市长林佑昌时搁置了 虽然中间掉棒但是很感谢现任市长谢国良重新减棒接棒 持续规划要发展七度 当时就是是把七度规划为七度是副都心 在我们的许前市长张前市长 但是到了这个我们的林市长 他就把他各自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到 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林前市长他掉棒了 但是市长很感谢你 你把这个棒子卷起来了 那你把这个这次这个基隆捷运 那你也勇敢的承担这个 就是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致筹缓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几天也有很多同仁在讲到说 基隆捷运这个从这个不用钱到又 这个可以说我常常就是讲说 我自己写的一首打油是说初一十五不一样 就是基隆捷运规划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嘛 周而复始周而复始都是一样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他个人真的非常看好七度火车站周边地点 更有航运三雄阳明海运的总部在这里 可以规划发展为就业及商业的基地 带动七度再升级发展 对于七度火车站我个人真的非常的看好 而且我对于未来呢也是很有期待 首先就是大概就是您讲的这个转运站的这个地点 也就是他的这个七度火车站正对面的这个长方形的土地 我们已经跟台铁沟通过 我刚刚私底下也还在跟秘书长谈 就是包括台铁的这个大概1.2公顷 以及我们的部分在隔壁的这个停车场用地 但可以做多目标使用 这个大概1.56公顷的土地 就在这个火车站的正对面 是俗称的TOD 就是交通发展导向的用地 一定可以好好发展 让它成为不管是就业商业 但是转运的种类等等 我们因为时代已经慢慢也有一点在不同 在变迁 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交通的要点 可是什么样形态的交通要点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来研究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零售商业 跟办公室商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 那第二点就是也在七土火车站的隔壁 那有赖于最近的这个疫情 改变了这个航运业的整个运作的方式 我们的航运三雄 坐落在我们基隆的阳明海运 它去年的总体获利是1800多亿 那这样子已经让阳明海运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 所以我们也很积极在它的两旁 我们希望未来都要发展 跟阳明海运类似 但是又不同的航运物流供应链相关的企业的总部 杨秀玉非常肯定市长谢国良 用务实的想法和规划来发展七土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